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饿 今天我要教你 即使你穷到脱裤 依然可以拥有一条 designer的破洞牛仔裤 因为你穷 所以我asuse你是没有钱买道具 所以你需要天然的道具 就是一条狗 也正因为你穷 所以我觉得你的狗 也不有什么豪宅的 顶多也只是住在环保代办 所以今天DIY最重要的那个精髓 就是 你要骗你条狗 把他仅有的那间家 都骗走 最后你男生要脱裤 接下来就要催眠你的狗 他不是三八 他是SIMBA 因为你需要请他 freestyle一下把你的裤子抓破 但是你要记得 洞不可以太大 因为很辣啦 加上今天我们要做的设计 优点浮夸 所以你还是请他 阿嘎阿嘎一下吧 接下来就要跟着我给你的这个guide line 把他的环保代 跟着这个尺寸去五码分尸 但是你要记得 要做大事就要不受影响 你的狗呢 恐高分会依依不舍 但是你也不要理他 要狠下心肠 各位飞鲜运输的小飞鲜 你们看我的影片听我先 都已经快两年多 刚才你那么般来 你恐高分会猜到 我之所以要用帆布袋 是因为要呼应上一期的 结构鞋DIY 没错 今天我们就用帆布袋做一条 帅到不要不要的 给口腰牛仔裤吧 哇你看一剪下去 就给这种纯天然 organic 高级感的屎吧 多么的RAW RAW 这时候你需要设计下你的帆布 很多人都问我 用什么来设计 答案是创意吧 创意讲究的是什么 Concept 你可以把你正在做的东西 最近看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 全部 fill in the blank 在illustrator的artboard上面吧 这时候你应该会 fill到便秘三天 大便在custom那边 等着出来的fill 我知道你们 肠位或许不会那么通畅 所以我就把我设计好的稿 全部放在google drive上面 让你们去download吧 不用谢 这是我的使命 这个时候你的狗 大概已经是生不可恋 所以你接下来 只可以靠自己 自己切吧 如果我带边有什么问题 你都知道 你要把黑色的部分 把它切掉 因为我们要做stancell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 music 未来干嘛你看到吗 业配还可以这样做的吗 是很有创意的 很多人都以为 Fashionboard的影片 只可以越配 Fashion的东西 错啦 我支持你叫Fashion Boy 是因为 我们越配的方式 够Fashion的 他没有给我灯泡啊 Fuck 哪帅气装灯啊 灯泡咧 好来 回归正题 现在呢 你就需要一瓶 spray 诶 刚错啦 啊 你就需要一瓶 spray 给他一点 Hot feel Hot feel one rake 现在呢 就上次我推荐的 去Mr.DI买那一支 可以粘鞋 粘铁 粘完你玻璃新的那个 glue 把这一片片的帆布 粘在你一条裤吧 当然这个部分 你可以freestyle啦 但是如果你 不是很free的人 又不是很有style的人 你可以跟着我的guide line 跟着我现在粘的地方 照板照样 粘下去吧 如果呢 你想要再 piu piu piu一点 你可以用一下我们刚刚那个 Vicycle logo piu一点spray 在它的裤脚上面 我是觉得蛮帅的啦 哎呦 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 手残的呢 搞砸了没关系 因为你可以把它 剪掉 然后用刚刚的环保袋 剩下来的布料哦 补就一下下吧 a wise man one set 只要有神手 设计不会丑吧 然后就用剩下的这个帆布呢 可以后面的部分哦 也decreate 一下吧 不然整条裤哦 就好像前面很重 后面很轻 看起来好像 没有什么 sense 这样啊 哈 哇 哇 It's time for catwalk No, I don't want to postpone, postpone, yeah 结论是 像这种这样RAW的设计 它就是要随心所欲 追从叛逆 而且你需要 破离场里 才可以回归创意 那 像这样子 虽然它是跌了出来 没有关系 这一切切我们讲的是叛逆 还有创意 我们只要把一个 idea和concept就秀出来 这个18禁实验室就是要 启发你们做更多这样的设计啦 当然像这种设计 拿来缝是最好的吧 我是为了节目效果 所以我才会用HOT 是不是 你不要给人家骂啦 你用节目效果 终于讲过 是不是呢 我想讲的很多时候 我们有很多idea 我们都不敢把它真正做出来 因为我们担心太多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本身也是这样子 像这样子用这种stancell 来spray 然后其实这个idea 我想把它用在 MMS Studio 以后的产品 可是在做这个当二 我觉得 我好像应该更加做更perfect的东西 更加professional的东西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 它就拖慢了我整个进度 然后也把我 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 所以这一集过后呢 我想跟大家讲 接下来的18禁实验室 我会做更多 更加wow 更加有创意 更加脱离常理的东西 给你们去看吧 所以我想跟你们讲 接下来要更加的去 我看你有讲究拜拜了吧 所以我们就拨比拨比 希望这一切都成功 那么接下来的MMS Studio 会有更多惊喜给你们吧 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两次 看到吧 试试看和按赞为止吧 也记得拉我的Page Follow和Instagram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吧 因为这一集我们吸水了 忘记得夹 忘记得夹 忘记夹夹夹夹夹夹夹了 这块鱼 就让它给你了 嗯 我们下一集见吧 拜拜 拜拜